你可以去拍 你可以拿去果菜市場做比較 那其實都真的不會怕 市林夜市天價水果惹真意 老闆曾說怎麼比都不怕 韓國女留學生到夜市這家水果攤 買了七袋水果要價一千五百元 台北市市場處連續四天到場取締 開出四張一千兩百元罰單 12號再度聯合積查 卻發現水果攤不見了 他直接買了水果 他把他感想寫出來 我覺得我都可以認同 你懂意思嗎 那其實你當下你不要 就可以直接當下說拒絕 我們不會強迫你買 強大價格不要得清楚 不會強迫推銷 但夜市被爆料 賣太貴 已經不是頭一招 那一杯人來看 一半是 一半多的是水 這一杯你看看 2014年新加坡遊客到市林夜市餐廳 點了七杯西瓜汁 這張時發現要一千七百五十元 換算下來一杯要兩百五十元 貴得嚇人 由客一撞告上小保官 老闆的回應都很響 他要吃不吃 就是由他自己判斷 你當下你不要 就可以直接當下說拒絕 一個月後賣西瓜汁的餐廳 也巧巧歇業 這回天價水果惹意 連續雞茶水果攤改神飲 對比之前的態度 那你可以說真的 你可以拿去果菜市場做比較 那其實都真的不會怕 我有說實在差很大 三新聞走